哈囉 大家好 我是巴基 我來到基隆的1450綠貢聚集地 我等一下就要問這些綠貢 跟他們聊天 因為現在這個中選會 那個什麼選霸法 說不能去這個民調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就不弄民調這些東西 通通都不準 我們就問他來參加這個的感想 好 我們現在就去跟這些1450人聊天 走吧 一進來就被小綠貢給包圍迫害 我們正告民進黨當局 切勿亡虎自焚 我想問一下為什麼你今天會想來這邊 因為我想要就是支持對的事情 那你為什麼會覺得賴心得是對的 因為薪資長這麼多 那我覺得這是蠻不錯的一件事情 就是真的有改變 就是攻探基隆就改變蠻多的 就是像大家都在說啦 民進黨只會喊抗中保台啦 就只要講到共產黨 民進黨就有選票 然後經濟就做得很差 但是你剛剛講的 薪資提高了很多 那至於民生方面還有這個內政方面 你覺得還有什麼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因為我就是看基隆嘛 那廣場就知道 就是他差真的是蠻多的 是是是 所以以前這邊就是很臭啊 然後這邊還有轉運站 就是這邊弄得很糟 這邊現在就是拖寬出去 然後這邊的一般識別可以來這邊來 這樣子喔 那對於外交方面呢 他是走的是青梅路線 我覺得不需要去兩邊去懷責 但是他的蔡英文的青梅路線 我是來贊成 是是是 好 非常感謝你接受我的訪問 又訪問完一個綠貢了 好 我想問你們這兩個綠貢啊 1450 你們為什麼會想來參加這場活動 就一方面是我們是在地基隆人 然後也要來確認到底有沒有發便當 所以你們今天是坐遊覽車來的嗎 當然不是 走路來的 原來是走路來的 想說有便當可以順便吃一下 結果還真的沒有便當 很難過 你們會不會這樣就不支持他了 可能要考慮一下 我想問就是現在網路上很多人都說 民進黨只會喊抗中保持 好像什麼事都不會做 尤其是內政經濟做得很差 你有什麼想法 經濟的部分也跟前幾年疫情 也是有很大的關係 但至少我們從現在往回頭看 當初不讓大陸人進來應該是對的 你看其他地方都這樣淪陷了 我套了一句趙少康說的 還有馬英九說 這幾年你過得幸福嗎 說的開心啊 可惡果然是綠共 好啦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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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想請問你為什麼今天想要來參加這個活動 今天我們是這個所有的世界台商 因為這次非常關心台灣的選舉 所以你是台商 我是台商 我是亞洲台商總會的 很多人都在說這個民進黨只會喊抗中保台 內政經濟都做很差 因為你自己就是台商 你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是這樣喔 我不曉得說很多人說 內政經濟搞不好 個人我是覺得很奇怪 我們在國外的話 你知道這幾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因為通膨的關係 好幾個因素的關係 所以事實上全世界的經濟 都是很不好的 那這個不管是在疫情期間 民進黨政府所推出的 就是在那個整個台灣的保護上 整個抗議上 事實上表現是非常好的啊 可以講說我自己在越南 我被封了八個月了 你知道我們的工廠 整整有六個月不能運作 還要繼續復新資 越南政府也不會幫助我們任何事情啊 我覺得台灣政府做得很好 為什麼我們反而在台灣 覺得我們做不好 我敢講說我是 越南台商總會的總會長 我十幾個國家喔 常常在跑 我覺得這是明明一個 把內政做得很好的事情 把經濟做得很好的這種情形 還有結果 我們跟他所有的經濟素勢 都告訴我們 事實上台灣是越來越好的 我們在越南耶 他是還在一個發展中的國家 我跟你講 無視民視的物價 跟台北啊 不會比台北便宜的 新資啊 只有我們的五分之一六分之一啊 這個不是很奇怪嗎 明明做得很好 但是怎麼 那個網路上傳的什麼大不好 我就看不懂 事實上我們現在在越南 常常遇到中國的這些 企業經營者 也是一樣啊 他們也一直往外跑啊 不僅是生產事業啊 現在服務事業都是在往外移啊 然後他們都盡量 把錢從中國搬出來 不是這樣我們台商 把錢搬出來勒 事實上我的很多中國朋友 也是一樣啊 一直大家拼命看看能不能往外投資 往外移 下一代能夠到國外讀書 盡量不回去中國 這種狀況比比這些事啊 因為很多人都說啦 投這個民進黨 投賴清德 會很快就戰爭了 你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像這種就是喔 都是在塑造一個氣氛 就是用嚇你的嘛 啊我們說實在 小孩的時候 就不是說要反攻大陸 啊現在要反攻大陸要怕人打 是要怎麼反攻大陸 我覺得這是 原本的會怕人 其實台灣已經不是台灣的問題 台灣以前獲取是 中國的一個內政問題 啊大家各國也會配合他 現在不一樣啊 我們現在台灣的實力有夠 台灣想起中國的時候 後來大家都要聽他的啊 所以沒有那麼簡單 就害怕 只是說選舉 總是就是要自己反攻 而且我也覺得說 有一個點就是 我們自己齁 要自己用 我們自己如果用 我們就不怕嘛 啊我們自己用 白人就會到三天嘛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現在的政策 是王中的方向走 人因壓力而成長啦 台灣也是因為有這種的壓力 我們到全世界去發展 其實我們台灣人很團結 你國外很團結 對啦對啦 感謝感謝 對對 昨天柯粉說那個 民進黨好像在高雄造勢 12萬人吧 他說這個換算的話是 民進黨包了2200台的遊覽車 下雨要請大家來 就是要看各自的意願 這樣我比較不能理解你們 綠貢的邏輯耶 你看你們不坐遊覽車來 難道你們要弄飛的嗎 我來 我們取機車來 喔 是這樣子 而且我們這邊的就是 如果是以基隆來講的話 這邊是交通公共 幫廣費用火車站跟考運站 所以大家來的意願也會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選擇的名字是滿重要的 可惡 看來民進黨收買了基隆火車站 為什麼你今天想要來參加這場活動 因為我覺得我是一個熱愛 中華民國這邊土地的青年 我支持的不是民進黨 我支持的是台灣 我愛的是台灣這塊土地 因為從我爸爸潮汐的時候 從對岸過來台灣這邊 我們就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為了守護這邊土地 否則台灣只會跟世界越走越遠 應該說看看我們過去 蔡英文執政這八年以來 為什麼他可以執政八年 因為他把台灣帶出了整個世界 讓整個世界都看到台灣 不論是經濟貿易 國防外交 兩岸 他都經營得很好 所以我相信 由賴清德來接班蔡英文 他可以做得更好 好 感謝感謝 感謝這位綠購的採訪 我想問一下你們今天為什麼 想要來參加這場活動 因為選前的造勢都會想要參加 其實我們一直都是支持台灣主權度 那其他的候選人 你不覺得他們支持 當然沒有啊 他們沒有 怎麼說呢 從政見發表會就可以聽得出來 是是是 網路上很多人說 民進黨只會喊抗中保牌 你把共產黨拿出來之後 派一個西瓜都可以選上 那他的意思就是說 民進黨內政都做得很差 經濟搞得很辣 蔡英文這八年啊 你有什麼感覺 就我覺得這都是抹黑啦 對啊 其實經濟成長 大家從數字上也看得出來啊 對 然後我們的股市啊 也是都非常非常的往上發發 那個發展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搖業 那我們個人的體驗也是很好啊 那我們要去吃高級餐廳 也都聽不到啊 對啊 對不對 我們昨天訂的餐廳 也都等很久才訂得到 這我不知道說 大家認為的經濟不好的感受 是在哪邊 哇 你講這個我好有感覺喔 對不對 我真的都訂不到耶 這一年來都是這樣 你看飯店也是啊 解封之後就真的不敢訂 飯店餐廳 你出去玩什麼的都很難訂啊 因為你看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那麼差 如果我們所有的經濟都依靠他們的話 其實對台灣的影響也會非常 非常感謝 謝謝 這些都是民進黨收買的演員 甚至還可能是3D投影假人 這是赤裸裸的霸權行徑 我們正告民進黨當局任清形勢 懸崖勒馬 過時經過那個戒嚴時期的 我們看到國民黨的二職 所以說我們挺本土的 那你不會想說柯文哲是個選擇嗎 不會 龍宮北岔啦 他是我同鄉耶 很幸福人耶 他沒有當市長我就認識他了 不值得信任 那我想問啦 很多人都在說什麼民進黨只會講抗中保台 然後內政都不會做啦 做很差啦 然後台灣經濟很差啦 倒退八年 你有什麼感覺 大家門心自問一下啦 蔡英文做得好不好 對不就我在這裡講 我跟他講他 其實不會相信不會支持嘛 對不對 你出社會的時候 有經歷過馬英九時代嗎 然後蔡英文時代 那這兩個對比 你覺得呢 差好多啦 他交給 蔡英文的 那個那個 不是七千多點 現在一萬七千多點 對 我買股票的啦 我們在賺錢 為什麼經濟不好 對不對 好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面對現在台台的危機 我是覺得說台灣很危險 所以說我今天來支持 因為我們談判需要籌碼 我們放棄了武力 我們就沒有談判的籌碼 很多網路上都在說 民進黨只會喊抗中保台 就是你喊了抗中保台 好像就會選擇 然後你內政都做得很差 那蔡英文這八年 對於台灣的內政 經濟民生方面 你有什麼感覺 很多建設 接續於那時候 蔣經國十大建設 那現在蔡英文政府 所建設的 應該大家也有共睹 像我們基隆也改變了很多 大家來基隆觀光的 以前跟現在的比較很清楚 所以說我支持蔡英文政府 謝謝 感謝感謝 這兩千年的時候 現在抗中保台 現在抗中保台 似乎被別人抹黑城市的 不會做事 只會喊抗中保台 你就有選票 你怎麼看抗中保台 我也30歲了 在這個自由民主的土地上 突然如果換一個 中共這樣子的椅子 我可能會很想去死吧 是是是 蔡英文這八年 你覺得民生啊經濟 還有內政怎麼樣 如果看看對面 我覺得我們好像還蠻不錯的 感謝你 感謝你 謝謝 兩千年的時候 我好像暴露我的年齡 兩千年的時候 我大概是六歲吧 然後那時候 我其實也不太懂政治 然後 家裡也是比較偏懶一點的 那時候 我記得 應該是成全局也是五號吧 然後那時候 聽那個 辯論 電視辯論位 然後聽一聽就覺得 電視上講話的人 講的話呢 我都不太熟悉 然後只有這個五號 就純粹一點 欸 比較像是我身邊的人 在講話那種感覺 其實 從那個時候就有一點點 欸 感覺就是跟我家裡的那個 家長不太一樣的政治性感 我也經過一些 滑毒的這個 歷程 一直到 318學院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才知道說 啊 原來滑毒 他可能 這個方法但是 也許會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我可能跟賴清德想的比較像 就是說 嗯 呃 團土是需要務實的一個過程 就是說 他可能可以讓我們就是 在一個 安全和平 然後以及 反而穩定的狀況下 我們可以 漸漸的一步一步呢 被國際承認 就只會喊抗中保台啊 什麼事都不會做啊 內政也做很差 你有什麼感想 其實這個很奇怪 我覺得內政 內政我們去看很多數據來講的話 差 這八年 小英 做的其實都已經迷馬英雄那時候好 而且 這個真的有點悲哀 對啊如果說 跳抗中保台給選上的話 那為什麼 小英這八年要這麼努力的 把這件事情做得這麼好 做得這麼好 就是因為要獲得一些 其實他不太關心抗中保台的人的支持嘛 所以這件事情 可能就很奇怪 為什麼他第二次來給選上 就是因為前一件事情 不只做到抗中保台 不太關心 宏徒立場的人 他也會一樣 願意把他跳河跟下英文這樣 原來如此 對 感謝這位綠貢對我的迫害 謝謝謝謝你不害我 好那我們現在要去 訪問一些綠貢 一四五里 好我們就真的是隨便挑 誰都沒有誰的 好那我們就直接挑他好了 剛好你有我的麥克風 就是這麼的巧 怎麼那麼巧 因為遇上你了 對第一次見面 今天這個肇事 是基隆的選前之一耶 非常重要 就是要催出大家出來投票 三票民進黨 對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投票 喔 因為其他不是正常人啊 你不覺得嗎 候選了三個三組嘛 其他真的不是正常人 只有這個最正常 而且立刻就可以上路了 但我覺得問你不準 為什麼 因為我就綠貢 你就退個工作站了 這很偏頗 你知道嗎 果然是綠貢 對果然是綠貢 就是綠貢 所以你是怎麼來的 我騎車來 我是土生土長基隆人 那你們不是坐遊覽車來的 不是不是 因為我看到那邊有一個 博光轉運站 我懷疑是民進黨故意去幹 然後讓大家來這邊轉車 是不是 不是 我是在地基隆人 對在這裡長大 你們今天也沒有發便當時候 沒有啊 但是因為我吐槽 我也是 網路上很多人在說 民進黨只會喊燙中保台 是 他的意思就是 內政做很爛 你只會喊口號 然後對抗中共 然後對抗中共 又會害我們被習近平殺 對吧 那你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就是被說挑釁中國 對 但是我覺得這一句話 確實是有被污名化 因為蔡英文其實一直強調說 我們 我們要不拒戰 然後我們要備戰 這樣才可以建立我們自己的防備 所以我們有潛艦國造這件事情 對然後還有我們購買 像美國買那個軍購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蔡英文在強調和平 其實不是那種跪下來的那種 對 而是我們要自立自強 然後這樣子別人幫我們 也才不會覺得好像幫錯人 這種概念 對 我覺得所謂的主動挑釁應該是說 欸中國我要打你喔 我要打北京喔 我覺得這樣好像才是挑釁人 是 那這樣來說挑釁人不是博明黨 我要反攻大陸 你是趙少康 中國民國滅亡了 台灣又滅亡了 那你覺得民進黨內政做得怎麼樣 我覺得這次 我覺得蔡英文她在選前之夜的時候 她不是都會告訴大家說 其實民進黨做很多 這種事情是如果你不去提醒 民眾是真的無感 為什麼 我覺得應該是選民自己 有點不太知道自己的責任在哪 我覺得這跟教育有關 怎麼說呢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要知道 責任是落在自己身上 我們對政府其實是一個雙向溝通的 不是說政府要一直告訴我們 欸你要怎麼做你才怎麼做 人民其實自己要發自內心 要了解這個政策是什麼 像像這次有一些育兒津貼啊 租屋補助 這些都是要去申請你才有的 像有些人說錯過了 就欸為什麼我都不知道 然後怪民進黨說你都沒有宣傳 其實都有 就是在政府的官網啊 或者是小英的line上其實都有 學代有補助 然後有人說哇我真的收到錢了 這些都實際上有的東西 那你覺得呢就是經濟民生薪水方面 經濟的話就股市啊股市破一萬七千點 好像一萬八了吧 對可是有些柯粉可能覺得 這好像很無感 沒有在做投資的人可能真的不知道 但其實如果你往外看國際上的話 台灣是真的台商回流啊 這些都是代表蔡英文執政的好處 所以你通常是怎麼迫害那些柯粉 畢竟你是綠貢嘛對吧 我是綠貢 柯粉或是國民糧粉韓粉之類的 韓粉 韓粉我現在比較不怕欸 我覺得柯粉比較難以去溝通 為什麼 因為他們可能會覺得說 反正就換人做看看 這個你怎麼跟他講多好 民進黨多好 他的想法就是換人做看看 可是我就會跟他說 這個菜 你至少要換好可以吃的菜吧對不對 所以你沒有說去闖進他們家 把他們滅口或把他們消失 沒有 我以為共是這個意思欸 你沒有喔 我沒有我雖然一直被罵綠貢 嘴嘴他們而已 謝謝 好啦 感謝 怎麼稱呼 皮筋啊 感謝這位皮筋啊 路過 綠貢 綠貢啊 他的採訪好不好 好 現在這個1450綠貢的這個 造勢晚會已經結束了 我們可以看到 大家大家都去做這個柯粉 所謂的這個遊覽車啊 還有基隆火車站 這也就是民進黨他買下來 然後給那些綠貢去搭的 非常的壞 萬二的民進黨 好不好 我們1月13出來投票 那今天影片到時候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Bio 下次見啦 掰